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你们的讲师Joy 这节课我们继续介绍线程 下节课我们介绍了线程的一些理论知识 这节课我们会给出一些简单的例子 来帮助大家理解线程 以及线程的一些同步的机制 我们先看一下最简单的一个线程 我们先把线程给import进来 线程是在sliding里面的 这个包 那我们先要定义一个线程的工作函数 我们打一些log出来 这里呢我们把当前线程的名字给它打出来 然后呢这里面呢我们随机的睡眠一段时间 就表示这个工作可能要干比较长的时间 对吧 我们随机的睡眠一段时间 这个时间长度实际上是0到1秒 把这个log打出来 也就是说这个线程的工作函数 开始的时候我们打个log 然后呢睡一小段时间 这个时间是0到1秒不等 然后呢就打出个finish 这里面会把线程的名字给它打出来 那这个最简单的线程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线程 创建一个线程 那这个target呢就等于工作函数 我们这款工程还没有参数嘛 对吧 然后点start 这样呢就创建了一个线程 并且开始运行了 那这里呢我们需要创建多个线程 有多个线程同时开始跑 首先我们创建十个线程 然后呢我们同时启动十个线程 我们这里多写了一个括号 好那我们运行一下这个括号结果是怎么样的 完了我们看一下 刚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线程1启动了对吧 2 3 4 5 6 7 8 9 10 它顺序的启动了 那接下来呢随先完了 9先自行完了 然后呢接着是2 1 所以呢这段代码呢 实际上它是多个线程同时在执行的 那假设呢我们把这段代码换成一个工作爬虫 就是我们拿我们弹诗的例子来说 就是下载这个弹诗的 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同时让它去下载死手弹诗 所以这样呢就可以大大的提高这个效率 那假设呢我们要确保这段代码 一个时间段内只有一个线程在这里面运行 其他的线程必须在外面等待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再定一个新的函数 我们从一个锁进来 然后呢在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锁是要先上锁 也就锁住了 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锁给释放掉 在中间呢我们去调用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这样呢就是一个线程安全的代码 也就是说一个时间 只会有一个线程在执行这个函数 对吧因为呢 当第一个线程进来的时候它会去请求这个锁 当第二个线程进来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锁已经被锁住了啊 它就会在这个函数里面等待 直到第一个线程把这个锁释放了之后 第二个线程才能进来去执行这个函数 所以这样呢就保证了这个函数 然后一个时间段里只有一个线程在它那里面仔细 我们先定一个锁 然后呢 我们还是创建十个线程 还是一样的我们Target 这个时候我们Target是用带锁的这个函数 对吧 然后另一个呢 因为这个函数呢 执行函数呢 它有个参数就是这个锁 对吧所以我们把锁传进去 这个参数呢它是个列表啊 那我们的列表里面只有一个元素嘛 对吧 Let's start 那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去运行一下这个函数 看看这样一个执行结果是怎么样的 好 运行完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log 对吧 现在呢 这个线程呢就变成一个线性执行了 slide1先执行 然后呢 它finish执行完了 然后呢 第二个线程才能开始执行 然后第二个线程执行完了之后 第三个可能开始执行 所以它是一个线性的一个动作 这个跟我们刚才不带锁的这个版本 实际上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信号量 因为这个普通的锁呢一个时间内只允许一个线程在这里面工作 那我们信号量呢就可以允许多个线程在里面工作 我们看信号量怎么做 假设呢 我们同时允许三个线程在里面执行 那我们把这个信号量创进来 因为这个信号量也有这个acquire跟release这个方法 这个时候的这个log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信号量的意思了 那我们再运行看看什么结果呢 好运行完了我们看一下log 因为这个信号量呢允许三个线程同时执行 所以呢前三个线程就顺利的开始进入运行了 然后呢接下来呢四五六就没办法执行了 只有等到什么 等到三这个线程完成了之后 然后四才有机会进入这个工作函数执行 然后呢等四完成之后 五才有机会开始执行 所以呢他永远保证呢 这个工作函数同时只有三个线程在里面执行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介绍到一个例子呢 就是我们上一节课介绍那个金库的例子 实际上在金库的例子里面呢 它是一个典型的生产者跟消费者的概念 就销售呢他去生产这个金钱 他赚了钱又会放在金库里面 就是这个生产者 那采购呢他是消费者 他会去从金库里面拿钱出去 去买东西 假设呢我们金库里面原始的时候只有1000块钱 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condition 对吧 就是条件 这个我们就创建了一个条件 那接下来呢我们构建一个生产者的县程 生产者的县程它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往金库里面存钱啊对吧 这个生产者它继承自这个thread的这个类 那通过类的这种方法怎么去做定制的现成呢 因为刚才我们演示的呢是通过target的这个参数 传进了一个工作函数啊 所以呢这边的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去继承自这个类 然后呢去重写它里面的那个run的方法 那我们来重写这个run的方法啊 这个重写的这个run方法 那这个run的方法呢就是这个生产者这个现成的主函数 那它是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先打一个log出来啊 然后呢它就不停的往金库里面放钱对吧 有个while true的循环 那放多少钱呢 我们用个随机数啊 假设呢它每次随机的放100到500的钱进去啊 然后呢这个钱数就要先加了嘛 对对 那这里面呢因为我们要引用这个全局变量啊 所以呢 我们需要same in这个全局变量啊 这个时候钱就增加了嘛 那这个钱放进去之后呢 它来做一个动作呢就是去通知消费者 因为这个时候呢有可能门口已经排了一个残队 所以呢 它需要的做一个动作是 去通知所有人啊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注意到这个锁的应用啊 这个金库是一个关键的资源 也就是说 我必须去保证 我在改变这个金库的钱的多少的时候 是个原子的操作啊 所以呢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用锁把它锁起来啊 我们压上面一个全局变量 在这里面呢 实际上呢 只有这个语句是一个关键的语句 那这里面呢 我们为了隐私的方便 同时也为了让log更好看一些啊 我们就把这个锁放在上面来 这是我要上锁了 对吧 这里面呢 我们也做一个随机的延时 好 那通知完大家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锁给示范掉 这样呢 我们的一个生产者就写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关键逻辑 在生产者里面呢 他是不停的往里面放钱的 对吧 那在这里面呢 一进来我们先 把门给锁住 就是放一把锁在这里 这个时候呢 消费者其实是不能进来消费的 因为我生产者 我已经在里面放钱了 你不能来进行消费的 那我这边放进去的钱数呢 是随机的从100到500之间 放一个随机数进去 把这个钱相加一下 那这边呢 我为了让log打出来更好看 我们随机的睡眠的一段时间 这个睡眠的时间是0到1秒 然后呢 我钱放完了之后 我就要通知大家 然后呢 我把锁放掉 这个锁一放掉呢 可能其他人就会醒了 就会可以去拿钱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定义这个消费者 这是个消费者 消费者一样 我们从thread顶子里面的thread 类似继承 然后呢 我们也重写这个run函数 我们一样打一个log出来 然后呢 消费者的动作呢 就是不停地从金库里面拿钱 那这个时候一样 他也需要去 引用这个全局变量 那消费者呢 他进来以后 第一先要放一道锁在这边 上锁之后呢 他要去看一下 现在剩余的钱是不是够的 我们剩余的钱呢 必须比消费的金额要大 否则的话就是没钱不够嘛 不够呢 他就在这边等 等着生产者往里面放钱了之后 他才能继续往下做 对吧 所以这里面有white 那他一次到底消费多少钱呢 我们这里面呢还是用随机数来 假设呢 他一次的消费金额呢 是500到1000 代码运行到这里呢 说明说这个钱数已经满足了的消费条件了嘛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钱扣掉 那钱已经领出来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锁释放掉 那这里面一样呢 我们为了提高这个log的可读性 我们这边加个随机的slip 也slip0到1秒 那这样呢 我们就创建了一个生产者 一个消费者 那我们看我们的测试行中怎么写 我们先创建几个消费者 假设我们先创建一个就好了 这样呢 这个消费者就会开始执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创建 生产者 假设我们只创建一个生产者 好 那生产者就运行 那么对一个生产者来说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 他一次生产了多少钱 给生产完了之后 剩下多少钱给他打出来 然后呢 对消费者来讲呢 这边我们一样打出来这个 就消费了多少钱 对吧 然后还剩多少钱 消费的前出是c 那这里面呢 对消费者而言呢 我们多打一个log 就是他 刚要去消费的时候 就打一个log 因为这个时候有可能 一个消费者会在这边等待 对吧 因为他钱不够会一直在那边等 直到钱够了 才会真正的去消费他 所以呢 这边我们再打一个log 他准备消费这么多钱 然后呢 剩下多少钱呢 我们给他打出来 对吧 那这样呢 有了这个log以后 我们再来观察这个程序运行的结果 好 我们把程序停掉 来看一下这个log 第一个呢 这个消费者呢 准备消费819 那因为我剩下1000 所以够不够呢 肯定是够的嘛 对吧 所以他就消费掉了819 只剩下金库里面 只剩下181了 那第二次呢 消费者又准备去消费893 那这个时候呢 我的金库里面呢 只剩下181 那这个够不够呢 肯定不够嘛 所以这个消费者呢 就只能在这边等 那这个时候呢 生产者出厂了 他先生产了494 这个时候钱够不够呢 还是不够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消费者虽然被唤醒了一下 但是他发现钱不够 继续在这边等 那第二次呢 生产者又生产了222 这个时候呢 钱变成了897 这个时候钱够不够呢 是够的对吧 所以呢 消费者被唤醒了之后呢 他就会去 消费掉这个893 就刚才交消费了这个893 所以呢 钱只剩下4 那我们把这个县城 给它变得再更复杂一点 因为这里面呢 我们只创建了一个消费者 一个生产者 我们把这个县城 变得更复杂一点 那变复杂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 把这个县城给它打出来 把现前的名称打出来 把现前的名称打出来 把现前的名称给它打出来 然后呢 我们假设这个时候呢 我们创建了 10个消费者 那只有一个生产者 同时呢 我们把钱稍微调一调 生产者呢 他一次可以生产500到1000 那消费者呢 一次只消费100到200 但是呢 他有10个消费者 那这样的一个模型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他的结果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log停掉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第一个消费者 对吧 第一个消费者呢 他启动了以后呢 就要去消费118 那就 118肯定被消费掉了 只剩下882了 对吧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其他的消费者 都启动了 对吧 现前1这个消费者 又去消费了170 对吧 这个时候只剩下712了 第二个呢 又是现前1这个消费者 他就消费了 188 接下来呢 又是现成1这个消费者 他消费了146 再接下来呢 是现成5这个消费者 他就消费129 那最终呢 生产者呢 在这里才登场 对吧 生产者呢 一次生产呢 904 那他就变成了960 1011了 对吧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模型里面呢 你就可以观察到 生产者跟消费者 他可以比较良好的去协同工作 那这生产者消费者这个模型呢 实际上应用是比较广的 我第一个爬虫去爬取这个 这个弹丝三百手目录的呢 这是一个生产者 他爬完来 他会把一个个弹丝的 UIL放在这个对列里面 然后呢 另一个消费者呢 他就去从这个对列里面去取出这个UIL 然后呢 就下载这个弹丝 并且把这个弹丝给解析出来 那这样呢 他其实也是一个生产者跟消费者的一个模型 那这节课的作业呢 我希望大家去阅读一下 Python标准库里面的Threading这个包 这个包里面呢 基本上讲的就是 我们这节课介绍的这些内容 好 那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再见